来各位观众我们来看一下绑一图黄的黄衣之主 之前也是观众过几次了 确实他的那个黄衣之主 你看他的操作就是那种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呢 充满自信的沉稳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什么叫充满自信的沉稳 就是他的操作很稳但是很自信 就是我这根触手压到这边 我就很自信的可以压住你的位置 让你走不了 他的每一刀都非常的扎实 放狗 好的 这个位置压住的话狗咬住是必起一刀 应该是会选择用触手来起这一刀吧 狗咬住 还在等 这边在等 是要压住这个位置 触手 拍 鸟顶上 这边有没有飞轮 他这边不急的出刀 骗鸟 先知的话这边是个双坛 因为先知带飞轮的可能性也很高的 这波击倒的好舒服 还是个地下室 就这种追击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 喜欢玩 比如说皇一之主的观众 你就可以把这一段录下来 反复的观摩 人家是怎么抓人的 人家在追击先知的过程当中的心理路程 心路历程 心理上面的一个拿捏 这波打完是不是已经输不了了 就开局已经是赢一半了 赢一半了 穷者这边他知道阵容 还好祭司没被通缉到吧 祭司被通缉到我觉得 这个人都救不了 祭司这边的话 被看见了 26秒下一只放狗 卡半石肯定救不下来了 卡死救呢 这边狗差不多CD好了 似乎是想卖掉这个先知 其实这个先知不能卖的 这个先知不能卖 至少救一波 如果说你一波都不救 会面临一个什么状况 给大家分析 狗是不是好了 你这边卖掉以后 我有狗是不是必中一刀 我们以这个黄一之主的操作来讲 是不是必中一刀 那么一刀之后呢 黄一之主通过触手的压制 差不多第二刀 可能二三十秒钟跟上 穷者这边密码机 你修掉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你剩两台密码机 外面两个活人 但是又有一个人倒地了 一辫子拍好的 那甚至这边直接可以切闪 甚至可以直接切闪 这个机倒外面的机子不够 就是其实还是有博命的话 我觉得杂技需要去救一波 需要去救一波 利用这个博命呢 再去给外面的队友 撑 撑个三十秒 撑个二十秒的一个休机时间 这样的话呢 你如果说剩余的两台机子当中 有一台或者两台 都能够修个百分之三十四十 这样的话呢 机子其实勉勉强强是够的 但现在的话呢 感觉机子不太够 机子不太够 位置上面也被锁定了 其实比较难打的 因为黄一之主这边有放狗的 他真的不用放狗 我顶住去打 然后切传送回来都可以 切传送回来都可以 看这面把机在动 好了压住一边 赢了 一刀抽 来撕 那杂技这边没办法 只能先把机子点了 杂技只能先把机子点了 但是打 杂技这边机子点完以后 那这边魔术是差不多就倒了 黄一之主这边 因为手里面是有底牌 他直接切传送就可以了 带回去 一辫子拍 漂亮 直接切传送回去做防守 哇真是太稳了 四平八稳 不愧是绑一组合 好了人还救不下来 等会这边这边有个火球 绕过去触手压制住 三二一 漂亮 相信看完这一局以后呢 很多观众都觉得 哇黄一之主好强 我要去玩 相信提醒大家一句话 就你玩起来的黄一之主 根本不是这个黄一之主 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机器人级别的黄一之主 就跟之前我们看了那个白露的那个红富人一样 他是可以进官方记录 可以进那个什么 网易官方的那种宣传片的 宣传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监管者就是这样子的 好厉害好厉害 你去打的时候呢 发现就不一样 就跟我们看那个什么 看汉堡王的照片 看肯德基的照片一样 你看的照片很好 对不对 你买来的食物它不一样 看肯德基的照片